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边孩子们玩捉迷藏 我们钻在床底下掏出了一个瓶子 几个人一抢掉地上了 他没碎 摔了一个坑 这个坑上边的像玻璃柚一样的花纹 就是说那花色像玻璃柚一样的东西 全是碎片状 大家就好奇了 说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它不碎呢 1972年随着返程来到了北京工艺美术厂 在这个美术厂参观到样板间 我看到金光灿灿的漂亮的花瓶 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摔扁的那个瓶子 原来它叫景泰兰 在咱们国家已经有6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 那当时我们来的这个几百个新学员呢 就可以分布在各个车间 当时我一心只想学景泰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把我摔扁的景泰兰给它做出来 到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 佩晶你这产品的色彩 真的是跟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个景泰兰不一样 说你是怎么点出来的呀 我说这都是几十年的基础 在老一人们的嘴里呢 它就是15年小学毕业 20年高中毕业 30年才大学毕业 制摊 掐丝 点缆 磨光 镀金 组装 甭管你在哪一道工序 不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 你真是掌握不了它的这个记忆 因为这颜色呢 它在火里烧的时候 随着在火里的这个时间 你比如说你烧了五秒钟 跟你烧了三秒钟的时间它是不同的 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景泰兰的制作呢 还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而且景泰兰十蓝九上 我自己成立工作室以后呢 我们现在呢通过纳米技术 这是我自己独创的和这个粉彩 这个颜色呢 我们是通过精密的手段给它提纯以后 它下眼降得特别低 我就觉得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 对这个美的理解 然后把景泰兰作为载体 把人们的对美的和艺术追求的这种水平 给它表现出来 比如在创作这个鱼 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鱼要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与自己弱小的力量 比如说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那克服了千难万险 包括我们人类 在克服种种困难 那个时代的这个艺术品也是一样 不破不立 你不把旧的改变了 你怎么能够去创作新的呢 这鱼你想 它要有个厚度 有个高度 还要有个造型 还要表现出美 你看这鱼鳍 都是用景泰兰那个铜 在这么薄 三毫米的厚度上 给它焊成一个很生动的鱼鳍 你就想着难度 铜板费多了 用两条立体的鱼 在这鱼身上让它凸起来 然后有这么高的厚度 用油料把它堆起来 而且这鱼料呢 因为太厚了 在火里烧的过程中 它经常会啪 啪的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只有这一条鱼 那糟糕的鱼料啊 铜料啊 那太多了 现在你给我量一下这个 你给量一下 三点八没问题是吧 当时包括家人都说 人家做景泰兰都挣钱 你这个是整个就是往里扔钱 我说那要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我一定要做出我这个时代的 将来未来几十年几百年 我们留给后人这个时代的特点 艺术特点 我也从来没想过 我的作品要挣多少钱 我也没想过要多少人来说我好 人生无非做两件事吗 一个是喜欢 一个是会送 我都占了 在带涂地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问他们 我说什么叫艺术 我告诉他 艺术就一个字 美 我说你看到这个一件艺术作品 你对它的感觉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它特别好看 特别吸引你 你感觉它特别美 这才能称其为艺术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 我儿时摔别的那个瓶子 我始终想把它做出来 但是到现在我也没做出来 因为我从事这么多年以后吧 我觉得 现在我做的任何一件作品 都比我摔别的那个瓶子 要漂亮得太多了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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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제가 ber深炼的歌声 你这样子 overs reinvent 350